喬委會委員長吳欣欣抵達舊金山之後 馬不停蹄的接連訪問奧克蘭和舊金山的 傳統喬社與喬包進行交流 而吳欣欣也特別到有 滑步龍頭之稱的駐美中華總會館 受到喬領傳統喬社領袖超過百人歡迎 在當地四十名警力的維護下 喬委會委員長吳欣欣在青天白日 滿地紅國旗的簇擁中 抵達了駐美中華總會館 受到中華總會總董于武良 寧陽總會館主席黃慧喜 資深商董林秉昌等熱烈歡迎 這是吳委員長上任後 第一次拜訪三藩市華部 委員長特別以廣東話向大家問候 感謝鄉親支持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 中美中華總會館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 在美國凝聚中華民族情感 這次委員長到來會館鄉親表達熱烈支持展現 滿滿的熱情 我代表中華總會館 同仁以來歡迎吳欣欣委員長 告訪中華總會館 同時日代表僑胞 感謝吳欣欣來慰問我們 今天中華民國跟我們大家臺外的僑胞 此次是大陸同胞的希望 希望我們可以繼續支持中華民國 達到全球華人都有民主民想的設備 今天我們很高興吳委員長也代表了 四中三選手 祝舊金山辦事處長馬忠霖 也陪同出席這次的拜會 大家一同在總會館階梯上合影 留下難得美好的紀念 彈魂關電視黃本出美國舊金山採訪報導